英雄垂暮,晚年凄凉 想必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景象 现年网友们看到刘家辉的近况后 感慨到,妻儿还不如老友 也有人透露,在刘家辉最落魄的时候 刘德华伸出了援助之手,才保住了他一条命 同是武打明星 相比66岁精神绝朔的成龙 刘家辉明显垂垂老矣 想当年他何等风光 说起刘家辉这个名字 正年轻的少男少女可能对他还不是很熟悉 在那个香港功夫巨星叱咤风云的年代 除了李连杰,李小龙等等 还有一位行走影坛的功夫巨星 他就是与李小龙师出同门 还是黄飞红的曾徒孙的刘家辉 1978年的一部《少林三十六房》 让他火遍国内外 顺势成为香港一线武打明星 还被外媒封为东方游柏连纳 1983年,《少林三十六房》在日本上映时 跳房还赢了成龙主演的杀手豪 甚至成龙的代表做之一罪权 也被很多人说是偷用了刘家辉在中华丈夫里 打罪权的意念 只能说岁月不饶人吧 2011年8月 刘家辉因脑中风导致右半身不随而入院 一出出闹剧便开始上演 刘家辉的前半生可谓辉煌 刘家辉原名贤锦西 但关于他的出身 网上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他出身好 家中从事酸枝花架场出入口生意 刘家辉从小住豪宅 还有佣人公差遣 家中兄弟姐妹八人 作为老妖 他备受宠爱 好在大姐严格 没让他长成败家子 不过当时他可不认为大姐好 反而装可怜 故意生病 偷偷逃学 千方百计不想学习 甚至和高年级师兄打架 被寄过 因天性好动 他自小爱看黄飞红 尤其崇拜关德兴 开始对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尽管分不清关德兴学的是红拳 还是白鹤拳 一心想学功夫的他 偷偷瞒着家人到武馆习武 师从刘家梁 二是说他家庭条件极差 尽管是儿子 但为了生存 家里人自幼便把过忌 给了刘家梁的父亲刘战 并改名刘家辉 一直说的刘家梁 到底是谁呢 先说说他父亲刘战 可是黄飞红入世弟子 林世荣的清传弟子 刘家梁是刘战儿子 九岁跟着父亲学武 依恋的一生真本事 刘家辉可谓师从名门 当时我也不知道 刘家梁是黄飞红传人 只是一心喜欢功夫 就算学习过程多么辛苦 更经常被师父责骂 我都没有怨言 这也为刘家辉后来事业的辉煌 奠定了基础 有一天 早就投身影视界的刘家梁 突然找到他 邀请他拍电影杀出重围 刘家辉自然不会拒绝 可惜第一部影片 惨遭滑铁炉 不过 开工哪有回头见 1974年 他又跟着刘家梁到台湾 签约长工公司当武师 结果没多久 刘家梁就和导演张撤闹翻 回了香港投奔邵氏 刘家辉可是有约在身 不能说走就走 不过 刘家梁还是很给力 第二年指导的神打 就票房理想 便向邵义夫要求下一部戏 请刘家辉当主角 约满的刘家辉 从台湾回到香港 拍了刘家梁的第二部影片 陆阿彩与黄飞红 虽然还是梅红 但身份从武师变成演员 当然主要是体现在片酬上 是不过三 1978年 刘家辉接了刘家梁指导的 第三部影片 《少林三十六房》 可谓名声大噪 他独特的光头形象 也是这时开始建立的 其实 成龙也刚开始凭借蛇形雕首 和罪犬走红 两人起点类似 但随着成龙越走越高 成为大哥 刘家辉却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 邵氏和家河的竞争 70年代的香港影视圈 邵氏一家独大 而家河正城市崛起 当时 李小龙决定 回香港发展 电影公司自然疯抢他 但李小龙开出条件 每部片酬1万美元 拍摄时间不能超过60天 只拍自己满意的剧本 小公司自然请不起至尊大佛 起初 李小龙是看好邵氏的 毕竟家大业大 实力雄厚 但邵氏孤高自傲 不愿迁就李小龙 家河则相反 诚意十足 派人到美国 还许以丰厚报酬 将李小龙收归旗下 李小龙后来拍的影片有多火 不用多说了吧 失去了李小龙后 邵氏又先后错过了 许冠文 成龙和袁和平 家河都趁机收编 1974年 许冠文自导自演 鬼马双星 以625万港币 刷新了香港票房记录 这就是之前邵义夫 拒绝五五分账的剧本 成龙的成功 也不必细说 袁和平呢 他可是后来为黑客帝国 设计过武党 这种情况下 家河后来居上 邵氏反而节节败退 只能拍一些小成本电影 身处邵氏的刘家辉 自然得不到什么好资源 爆红之后 他未能乘胜追击 而由于年轻时太拼 留下了病根 年纪渐大的刘家辉 渐渐减少了拍戏 要知道当年他们拍戏 都是实打实的对打 可不是用的替身 也没有特别好的保护措施 成龙因为拍戏 也受伤无数次 原本就此退休 对刘家辉来说 也没什么不好 拍戏多年 也有不少积蓄 晚年好好享受下生活 平平淡淡 也是福 可人生就是常常有意外 2011年8月17日 刘家辉在家中中风导致摔倒 脑部被撞伤 最终半身不随 他一度抑制消沉 体重暴瘦到八十几斤 经开解 才重拾斗志接受治疗 经过一年多 身体情况才略有改善 不过近日有媒体 公开了刘家辉的近况 声称刘家辉受到 TVB东章希望这个节目的邀约 重返TVB参观 并且接受节目的访问 从被公开的视频来看 刘家辉坐在轮椅上 被众人推着 TVB的高层乐意灵 还专程前往接待他 在场的还有多年来 无私照顾刘家辉的樊一鸣 刘家辉见到熟悉的朋友 来到熟悉的地方 一时感触不已 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场面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刘家辉的现状 其实也如视频照片中 所公布的这般 2022年初的时候 樊一鸣曾经公开过 刘师傅的近照 当时刘师傅戴着口罩 在一群工作人员的包围下合照 照片中的他头发苍白 明显消瘦了 不过精神状态还不错 这再度证明了 刘师傅这么多年来 状态都维持得不错 不过内心的苦楚 与心酸 想必也只有刘师傅自己最明白 将刘家辉称为刘师傅 那是因为他真的是师傅 他是刘湛的干儿子 而刘湛是黄飞鸿的入世弟子 所以刘家辉自从就接受 专业正统的武术训练 这为他后来功夫明星 打下了基础 让刘师傅一举成名的是 1978年的《少林三十六房》 这部电影 自此之后 他名声大噪 成为功夫明星 名声响于海内外 还有国际影迷会 相当风光 后来 功夫片的热潮退去了 刘师傅就转头TVB发展 多年来除了做绿业 也兼做武术指导 在行业内 依然很有声望 刘师傅封光了大半辈子 怎料晚年七处 2011年 不慎尸横摔倒 脑部受到撞伤 导致半身不随 演出生涯就此终止 更惨的是刘师傅瘫痪后 遭到了家人的遗弃 他与两任妻子 育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结果这些孩子 没有一个愿意赡养他 还着手分他的家产 令他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 刘师傅的女助手 还趁机讹骗了他的钱财 他的人生遭遇 就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 只能住进了养老院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回家 应该说是有家也归不得 刘师傅的凄惨经历 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其中 港姐凡一鸣 最为慷慨 他与刘师傅 非亲非故 就是看不得刘师傅被欺负 所以他安排了刘师傅 入住养老院 还为他向女助手 成功追讨回了200万的钱财 让刘师傅后续在养老院的生活 得到保障 事实上 刘师傅当时在患病后 已经心灰意冷 由于半身不随 口齿不轻 加上又被家人抛弃 整个人抑制消沉 一度拒绝接受物理治疗 整个人受骨临巡 病态得狠 也多得凡一鸣 以及朋友的不断鼓励与打气 刘师傅最终接受了治疗 病情得到了改善 如今依然不善言行 但是看起来很健康 刘师傅已经67岁了 不想任命 也只能任命 人生也只能是这样 付出是不用指望了 但就能够好好的走完余生 人生走到这阶段 看似很不幸 实则也是幸运的 毕竟有那么多朋友的关心与照顾 不只是樊一鸣 圈内很多艺人都很关心刘师傅 大家都希望刘师傅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